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高 最新一届的十大最丑建筑的宝单又公布了 它是由建筑畅延网每年都会举行的一次评选 会邀请业内的一些可能比较知名的专家来对它进行一个评判 最后选出十个每年十个最丑建筑上榜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能不能惊喜一下我们 2022年已经是第十三届了 这个东西竟然评了十三年 第十名 这个楼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评委对它的一个上榜理由 就是文化表达方式庸俗 借物塑形背离建筑应有的尺度感 它其实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来 应该就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尊 做了一个形象的提取 然后直接把它给相当于放大了 其实尊的话指的是我们古代的一种成久的一种容器 大概应该就是这么一种形象吧 就是有一点上大下大 然后中间细就是有类似这么一个收分的这么一个形象 其实对于中国传统的这个尊 对它进行一个形象提取 然后把它抽象化成一个建筑的话 之前有一个案例其实做的不错的 就是这个KPF座的这个中国尊 北京第一高楼 KPF这个的话在业内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出名 然后评价应该也是还可以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旁边就是CCTV大楼 两个建筑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们的用的一种手法 或者说对于传统的这种酒杯的这个尊的一个提取 其实类似的 但是呢 左边的这个比例完全就没处理好 它的这个比例就 整个房子特别矮胖然后导致尺度感就特别的奇怪 右边这个的话就非常的简洁嘛 非常的干练 就是相当于还是抽象化了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一般我们对一个建筑的评判 具象化的东西常常是会被评判称是比较臭的 比如说你特别像一个酒杯 你特别像一把吉他 或者特别像一个什么东西 就很容易被评判称是很丑的建筑 我们再来看第九名 第九名的话是 湖北张家界是工人文化工 这个 其实最丑建筑看多了 这个我觉得还行 也还行吧 也没有很丑 我们看一下上榜的理由是 设计品像低下 造型僵化 文化影域低俗 它影域了什么文化呀 我感觉我看不太出来这个东西有什么影域 首先我们看上面这一半 这一半建筑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不是很好看的一个普通的建筑 然后这一块呢 它像个啥呀 像个元宝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元宝 看这一块 好像有点像个元宝对吧 应该是 应该就是因为这一点 它被评为就是文化影域比较低俗 好吧 第八名是福州VR中心 这个其实也 我不知道是哪家单位设计的 但是它能被评为最守建筑也很容易想到 因为VR中心 它就直接把这个房子做成一个V字形 就是比较简单 很拍脑袋的一个想法 然后像这种V字形的东西呢 其实结构上肯定不是很合理的 因为它头重脚轻嘛 简单想想也知道嘛 为了把这个很重的头 把它顶起来 肯定在结构上 不管你是插中鞋柱也好 还是说挑各种粮也好 对于沉重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钢筋混凝土的钱又是非常贵的 你因为想要凹这么一个造型 你肯定会加入更多的一个钱投进去 把它这个造型给凹出来 所以就是不太经济的一种做法 相对来说可能看上去没那么丑 但是它因为这个形象 导致它会产生更多的一些经济上不利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可能 把它也认为是一个丑的建筑 好我们来看第七名 上海广复林考古遗址展示馆 哇天 这个像 这个确实看了有点生理上的不适 感觉像那种毛毛虫一样 一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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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天哪 反正感觉看去就不是很舒服 怎么看都不是很舒服 我要看上榜里哦 身搬硬凑陶冠器型和产品 设计形象欠佳 第六名河北廊坊金塘陈济铁路大厂站 其实这种形象的高铁站我感觉全国是蛮多的 但是它这个房子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 用了很多红色的柱子 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太太跳了 导致它的形象可能一下子就让人印象比较深刻了 其实这种大屋顶的高铁站我觉得是蛮多的 现代高铁站身套传统建筑形式符号 文化要素错配 视觉传达怪异 其实今年看下来我发现 其实这些最丑建筑都没有那么丑了 可能这几年 这十几年平下来之后 现在甲方也好或者说一些开发商也好 他们已经不敢再去盖那种非常夸张的东西了吧 因为会被骂得比较厉害 第五名 广西桂林黎江歌剧院 这房子其实乍一看还行啊 但是它这个屋顶就非常异形的这个曲面 倒架上肯定是很贵的 然后乍一看的话又有那么一点点悉尼歌剧院的感觉 肯定是想往那个靠一点的 毕竟它也是一个歌剧院嘛 至少我乍一眼一看我觉得没有那么丑 但这个东西肯定会带来很大的造价 带来很多不合理的空间 从这个方面来评判的话 它肯定是丑的 作为一个歌剧院 它肯定是一个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建筑嘛 它浪费了太多没必要花的钱 那从这个角度来评判那肯定是不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怎么来评 刻意以桂花和山形为造型母题 桂花 桂花我还真没这个看出来 哦 我要收回我刚才对它的这个 不是评判的很严厉的这个 我还对它褒奖了一点点 从顶上看它就是一朵花 一朵桂花的形象 我天哪 那确实 实至名归 我们再来看第四名 登 哎 啥玩意儿 我天 广州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 我天 这你想也可以想到嘛 因为它是一个关于轮胎研究的一个中心吧 可能 然后它就直接把这个房子做成两个轮胎 一个 一个立着的轮胎 一个躺着的轮胎 你怎么刚才不把这个立着的轮胎也完全立起来啊 下面这些出面子 就是相切一点点那才是真叫本事对吧 你看它还是不行 还是必须得把它给欠在土里一点点 很容易理解嘛 因为结构上的一个考虑 所以这也说回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它硬要做这么一个造型 那肯定是会带来一些 为了这个造型而身般应酬很多的一些结构也好 做这个造型呢 又会导致很多奇奇怪怪的房间 哎 轮胎城就做个轮胎 那如果按这个思路 其实做建筑还是蛮简单的 轮胎城我们就做个轮胎 轮胎城我们就做一辆汽车 完全得比例放大就完成了 非常爽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名 哇 等一下 这啥玩意儿 安徽马 安山 镇浦港 Corpus 这什么东西啊 Corpus 人体博物馆 还是个博物馆吗 我的天哪 它直接就一个人立在这里 哇 这是今天为止 我觉得胆子最大的一个建筑 它才第三名 我都有点期待第一名第二名了 它直接就立了一个人在里 哇靠 2022年了 还敢盖这样的建筑啊 哇 牛啊 我刚才在查这个建筑的时候 我竟然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它建造过程中的土 你看这就是它的结构 它为了凹这个造型 这个钢结构 你看各种奇形怪状的扭来扭去 然后凹出一个膝盖这种造型 那为了做这个东西成本肯定是下了很多的 这些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做不做楼板 如果它纯粹只是一个凹了这么一层皮 那就更浪费了 如果把这些地方做成楼板 人还能使用 那还好那么一丢丢 你看而且它特别像一个人在上厕所蹲马桶的这么一个造型 你还不如搞一个这样的人呢 在这个人体当中呢 又硬插了一个玻璃盒子 然后这个房子 你就算没有这个人的话 也看上去也不太像一个博物馆 特别像一个办公建筑 很普通的那种 这才第三名啊 我现在非常期待第一名和第二名 好 现在我们节目 迎奖第二名 登 诶 没那么丑嘛 比那个人体好多了 我觉得 河北省科技馆新馆 让我欣赏一下 组织一下语言 好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评价它 我想找一个鸟看图看看 诶 鸟看图其实也还行 它就是一个三叉 然后做了一些扭曲 在犀牛软件里面 稍微扭一下就能扭出这个型 然后这个立面的话呢 就是应用了一些 所谓的参数化的东西 凹出这么 是开窗还什么东西啊 凹了这么一点点造型 这是当时的效果图 效果图你别说还挺炫的 建成之后 怎么感觉像伤疤一样 这里留一块 这里留一块 这里又留一块 然后这种形象又特别的不明 所以 像现在很多新能源的汽车的灯一样 一定要凹这么一个 一个镰刀一样的东西 很奇怪 我们最后来期待一下第一名 冠军揭晓 咦 哦 竟然是这个 上海天安千树高度中心 这个房子非常出名 它是英国的那个 托马斯什么什么名字挺长的 那个英国的一个鬼胎建筑师 它其实做过很多 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当时 比如说那个 2010年上海世博会 英国馆 就这个像一个刺猬一样 还挺可爱的 这个房子的话 其实当时还是蛮惊艳的 因为2010年 你想十几年前 其实这个建筑 你在现在来看 它也非常特别 它肯定不是一个你典型 你能理解的一个建筑 据说托马斯这个建筑师 它其实不是建筑学出身的 所以它做的东西 就会有别于我们常规建筑师的东西 还做过很多很特别的 比如说上海 还有一个外滩金融中心 这一圈立面的话 它其实是会动的 网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那个动图 通过一些电控 在不同的时间 它就一直在动 我这个其实蛮有噱头的 然后还做过一个 它在纽约那边 做过一个地标建筑 反正也没什么具体的功能 像一个观光塔一样的建筑 这个房子 其实你从顶上看上去的话 挺吓人的 它整个建筑就是各种楼梯 然后把它 把人引上高空 所以也就是这种俯瞰 导致人很眩晕的那种效果 这个房子上面跳楼的人很多 自杀的人好多 所以导致这个建筑 后来好像说可能要拆了 我们来说回 第一名的建筑 这个建筑的话 其实它整个的一个手法就是 在建筑的立面上 或包括建筑里面的结构 结合这个柱子 然后这样升起了很多个 一个一个像这种小伞一样的 然后每个伞最顶上 就是把柱子放大 然后形成一个附土的空间 然后种树 种上这样大概可能说 1000棵树 我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这个建筑乍一看的话 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可以的 我倒没有去现场看过 但是我觉得评委对他的一个评判 说最丑的这个 可能我觉得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为了达到这么一个奇观 其实可以想象 背后你得多花多少钱来盖这个事情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建筑丑不丑 可以在弹幕当中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好 那以上就是2022年最丑建筑的这个榜单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最后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可以点个赞投个币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